好看一下 感受一下S1使徒 找囚徒 猫没咬到 这个点夹不住啊 往医院冲 电一波能再飞一只猫啊 电的话能飞一只猫 然后去下板子或者翻窗都可以 感觉这把不好吹了 猫不差晕住 三板加速 有疑心要跟猫不敢跟 应该是等猫咬中再看情况疑心吧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偏 求稳的状态 他就宣判自行了 对 野人来了 野人来了 怎么说 野人直接拱 哎呀 他打一刀野人开技能 然后再跳过来 预判他移行的落点 直接拱飞 太秀了 交个电 进板 但我认为啊 我觉得刚刚是不是可以考虑交飞轮好一点 交飞轮进板会香一点 交飞轮 好像确实他交飞轮应该是 哎飞轮 电的话是可以 可以 打断跳的 但是飞轮就没办法 飞轮就很难操作这个 猫咬 猪都下不来 是的 那机子已经无限接近于三台了 这波野人上猪救人 能卡血啊 但我感觉这个你要 因为 囚徒毕竟没有大心脏啊 你就是 这把没有人能二救 二救的话得有人补机子 好像是 比较笨难能的 对 对 得打野人 不打野人 野人一会把密码机补量再来二救 监管者就哭死了 这波猫咬中了 这波超级大猫 还是针对到了 刚才这边的话 打一波野人好像确实很舒服 这样的话你得换个人来救 三人三跑 只有这个可能性 四人的话我感觉冲不出来 因为他们没有OB位啊 大帅应该做广告没开麦 然后他以为我也没开麦 哎呀我没开麦 怪不得我们两个来在隔空对话 然后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 哎 薛尼文应该听得很和谐 只要我 就你说完一句 我说完一句 感觉毫无违和感 卡哥要不说这句话 我我这这这没发现 对吧很多人都没听出来 想赢 想赢 一刀 使徒的针对 求证者没没啥办法呀 而且现在鸡子 还是保险打了一波猪 鸡子还 不够 咬住炸猫 这就稳稳的了 他他这波猫不炸是有有在勾引野人的意思吗 对 你转过来也是晕嘛 而且我还能用来跳 现在就差这台鸡了 外面的话需要重新起 这台鸡子不能强冲 这把很可惜的就是没有来利用武女的减速 真没听出来 真的毫无违和感 因为卡哥在那边说 说一句 然后我接一句 卡哥说一句 我接一句 我以为卡哥 就我感觉卡哥是能听得到我说话的 他以心灵感应要 啊 这把遗产级控住 穷人者必须要三跑的话 这把困难程度不低啊 这把必须三跑 就没有 除非这个使徒他没有挽留 他但凡带个挽留 我感觉都不太能行 封穿挽球吧 这个这把 他要保平就赢了局 对 什么幽闭啊 挽留是必带的 三件套 但它不是闪现 但我感觉啊 使徒的那个移行比闪现更管用 闪现有失误空的可能 但猫咬到以后的移行失误率是基本上没有的 这里让你亮机 但是这波 杂技我没看到过它的飞轮吧 这边在等猫的CD 等完猫的CD打吧 闭马机亮杂技 三窗都一圈 应该猫咬到移行 但是这只猫 没什么问题 杂技一颗球跳开跟过来跳 叶刀好的 剩下的就难题就交给求生者了 使徒就我就人挂这边了 好吧 对剩下的看你们了 你们来不来 我觉得来不了呀 这怎么来呀 注定是有来无回 对这注定是有来无回 使徒的猫打针对太强了 只能说今天打得非常的接近啊 给大家算一下比分啊 第一场双方是4抓加4抓是平局 第二场的是4抓加3抓 然后呢就是毒奶队赢3分 这场的话呢是3抓加平局 如果说不来的话就是小分是毒奶队就赢了1分 因为3抓和4抓是赢3分嘛 对吧 然后这边的话平局和3抓是赢2分 就打回来2分 但是还差1分 对他们如果3跑就是赢1分 有点可惜有点可惜 确实但打的这场还是质量非常的高 对的 走了 那恭喜 恭喜挺进决赛 挺进决赛 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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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